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鸡胸也可以很嫩 其实严格说起来 以中式料理来说 如果你很会烹调鸡胸的话 鸡胸的嫩度是比鸡腿要来的嫩 这是肯定的 但是无奈就是很多时候 大家对鸡胸很多的误解 会认为说鸡胸很柴 对 如果说你今天只是单纯的干煎 或干嘛 你去跟鸡腿比较起来 鸡腿是真的比较嫩 但是如果以中式料理来说 你吃到一些比如说的鸡柳或干嘛 那个嫩度会让你会吓一跳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 鸡胸也可以很嫩 那其实开这道菜单之前我也想了很多 到底要开什么样的菜单 跟大家比较接近 那我想那既然嫩 它可以用很多方式 比如说蒸啊 或是水煮啊或干嘛 那如果今天既然要讲嫩 我用大家比较熟悉的 所以我们来做滑蛋鸡柳 滑蛋像人滑蛋牛肉 大家应该都吃过吧 滑蛋鸡柳可能大家比较少吃 但是如果你今天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你会发现你的鸡柳可以非常嫩 那一样 我们现在跟做这个滑蛋细叶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葱先切一切 那平常你在看我在做菜的时候 我不太腌肉 但是无奈好不好 我们这个鸡柳还是要稍微腌一下 但是我们尽可能把这个腌的这个部分 稍微把它省略 把它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烹调它 我们也不过油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葱好了 那提个位 所以我们这边准备了香菇 你也可以用干燥香菇 那样的话你可以把干燥香菇的这个 汤汁也可以放到里面去 那你可以自己决定 那如果新鲜香菇现在说真的买是比较好买 那藉由香菇的 在锅子里面的这个拌炒 会让这个香菇味道释放到汤里面去 汤就比较不会那么无聊 一朵你会觉得很多对不对 我就是要再加一朵 对 因为有时候无奈 我们开菜单开一朵 那买开两朵来不知道这么大朵 开一朵它来很小朵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都可以啦 趁这个时候complain一下我们的 对不对 火尾采满 好香菇的部分把它先切好 你也可以不要放香菇哦 你也可以放羊菇哦 你也可以放杏鲍菇哦 放什么你只要喜欢的菇都可以哦 好接下来我们来处理鸡肉 因为这个怕污染的部分都已经切好了 那你可以看鸡胸肉 翻开来 这边的纹路是这样跑 这边的纹路是这样跑 对不对 不清楚翻过来 这边有没有 这是往这边跑 这是往这边跑 好那现在这边你可以看它是这样跑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如果这样切 会开 你要怎么切 这样 让它尽可能纤维越短越好 那你会说这个很难切呢 你可以立起来就这样切也没关系 你就不用像我片成片 你可以把它切成这个 比较立的片状也行 或是条状也行 好这边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你在腌热的时候 第一个先把盐巴放 就是调味放进去 再来把水打进去 然后最后是蛋白 最后才是粉 因为你粉进去之后 粉就阻隔了 你任何东西进到肉里面 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来先调味 盐巴 多少盐 你就下多少糖 然后一个就是 我会放点酒 这是酒 放点酒进来 然后来点白胡椒 我刚刚说的 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不要放酱油 因为你今天希望它是白白的 所以你所有原始都是白色 然后来点香油 然后这边 先把它先抓一下 这个时候的 刚刚的盐巴 跟我们的糖 跟酒都进来 好 这个时候你放一点点的 水进来 先不要多 你可以看我水虽然放进来了 但是它里面还是没有水 代表什么 肉吸走 那肉吸走就嫩 好 然后接下来 打蛋 先说 我这个是 教大家鸡肉怎么嫩 这不是健身餐 很多人说 健身餐你又加那个 我没有说健身 现在很多人 大家很容易误会 对不对 你这素你还加什么什么 松姜蒜什么 我是那个 Vegetarian的素 我是宗教素 对不对 好 这边来 鸡蛋白进来 好 差不多这样就好 不要多 多的话 你进到锅子里面 会呈现一个白色 就很丑 那就很讨厌 香 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水 你看 我这边放一点进来 对不对 我现在水放这边 好 这样 有看到水 对不对 有看到 对不对 你抓一抓 有没有 水不见 神奇吧 Magic 会觉得我是神经病 不会 不会 好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就把粉放上来 一点点粉就好 不要多 然后把它 全部都 让这个粉跟蛋白 哦 裹在这个 鸡肉上面 好 这个是油 进来 我打开 然后来 我们把它 铺放进来 这是让它增加香气 刚好说 任何的菇都可以 不见得一定只有 鲜香菇 你要杏鲍菇 美白菇 这个红喜菇 什么都可以 再来就是水进来 然后你就可以把 葱白先放进来 好 这边 大概1比3 我们要勾芡 在这里面勾芡 这时候先煮一煮 让什么 让这个 香菇 的味道 释放到里面去 好 调味 盐巴 来一点点糖 好 打蛋 两颗三颗蛋 你 决定 好 接下来勾芡 一点点就好 你可以看 现在开始有一点点 类似像酸辣汤那样的感觉 对不对 火打开来 有点薄薄 对不对 好 我把它关小 然后接下来 鸡肉就放进来 火关小再放 不要太早 火太大 有点像在做吃肉羹 火可以开始开大了 眼睛盯着鸡肉 因为嵌上去之后 它的温度会稍微高一点点 然后嵌会去保护这个鸡肉 那你如果现在看 你觉得哇 嵌脸太重 没关系 你再补一点点水都还可以 那这边要确保一件事情 就是鸡肉一定要熟 你如果觉得说 我没有把握 好 你开大火 让它所有滚 你就比较安心了吧 对不对 那因为很薄啦 你的视线看它是几乎熟的状态 其实它差不多就熟了 只要确定它没有红红的 好 然后现在就把大火 对不对 来 蛋淋上来 关火 然后拌 中间就觉得 蛤 我觉得还是有点黏 再开火 不急 好 这样就已经全熟了 然后接下来把葱放进来 这个就跟外面我们市售的滑蛋很像啦 对不对 只是一般滑的是牛 我们今天滑的是鸡 一般滑的是虾 我滑的是鸡 很好吃哦 很滑哦 然后最后 上面再来一点点的香油 增加香气 好 完成了 很嫩哦 试试看 那么嫩就这一把啦 现在表情是烫还不是嫩 但这个很嫩 要鸡肉嫩其实有个重点是 它不能大火 但是你要确定要用有点像泡的 那我刚刚 你刚刚说你刚刚不是用大火 是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说 不熟 那其实慢慢泡泡到后来 它就熟了 你吃一下嘴巴里面 就跟一般的鸡胸肉不一样 是它会嫩滑 那你说我们放了多少 我们大概放了 两小匙的玉米粉 跟我刚刚虽然那么大一个玉米粉 给我下去勾芡呢 大概只用了 我觉得啦 也大概是两小匙到一小匙左右的 太白粉 都是太白粉 不是玉米粉 等于是一匙的玉米粉 你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出来 那你可以吃到很嫩的感觉 那当然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这个不是健康餐 这只是告诉你鸡胸肉可以这么嫩 我想每个人吃到这个 会打从心里面觉得 哇 原来鸡肉可以这么嫩 好开心喔 对不对 不然每次鸡胸肉 我们只要看到 基本上我知道 十个里面起码七个说 那我就不要了 我当时也是其中一个 后来发现原来鸡胸肉可以这么嫩 鸡胸可以这么嫩 我愿意试试看 明天 哦 好嫩 也很烫 下次见 拜拜